好, 今天教大家片石 片石來說, 最重要是選一塊 起隔的, 平身一點, 扁一點 你記住, 要橫行出去 姿勢很重要, 是要這樣 這是一個反面教材 現在還有一個正確的示範給大家看 你有沒有機器, 以後一刻都沒有 行了, 這個教材, 失敗 喜歡喝味道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一定認識 Oban 是一個很寧靜 很小的一個沿海小鎮 不然, 由於我太遲約了 所以我錯過了這裡最重要的一個景點 就是這裡的威士忌廠 這裡有淩淩淩的酒吧、餐廳、威士忌店 尤其大家一定要嘗試這裡的海鮮 因為Oban是被譽為蘇格蘭的海鮮首都 來到這裡, 如果連這個都錯過了 我想我這一輩子都原來不了自己 那這座建築, 看照的話 就說很古羅馬式、希臘式的一種建築 當年一個慈善家用了五千磅氣出來 五千磅當年其實都相等於2006年的時候 就已經等於五十萬 其實也不是很多 如果你建築一座建築 其實Oban這個小鎮並不多被譽 這個也算是其中一個 這個地方大概… 其實很多人會做一個即日來回的旅程 而這個景點就是去到Oban的最高點 符含了整個小鎮 真的好像進入了一個羅馬鬥獸牆 不過裡面是樹木 今天早上下了一點雨 不過Oban的天氣不斷變化 幸好的時候遇到現在有藍天白雲 這裡的氣氛很寧靜 我們來到蘇格蘭有多好 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天氣 這樣看風景也挺寫意 當時斥資的人 他本身就是這裡的建築師 是他自己設計的 因為他很熱愛羅馬和希臘式的建築 所以建立了一個這樣的天氣 但因為他建立後已經過世 所以他得到外長 但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平台 可以讓這個陣的人 可以俯瞰整個城市 我們待會會在遠處那裡 玩我這次來 最主要想玩的東西就是潛水 再見 你願意拍攝照片嗎 很榮幸 1、2、3 那你來吧 你在南方花了多久 我們在… 聽說,我們在昨晚 我們… 我們會在烏培燒 OK 低 habit 我只有 tys街越城市 跟獒鼠景在這裡 像在這裡 是,我認識了 …咦咦咧 熳世界 對 剛才撞到 выisini 聊天 挺 прив Bark 兩週間都在소 Market 四處去展 goal 旅途地去擺練 但風吹乓打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擺練 他跟我說其中有一晚 大風裡整個型吹離開 但是外國人有那種很竭而忽舍 很崇尚野外生活的一種態度, 很欣賞 我還沒做到可以整個星期都在野外 始終是一個很徹底的一都市人 雙彩虹 我暫時…一個多星期的英國旅程 我都沒有吃魚和雞 我在抑制自己 我想留在倫敦才吃 但是他不斷在我面前出現 你要誘惑, 我誘惑到何時 走 我已經經過了這條街 但有三、四間都是賣湯, 順賣湯 這條簡直是糖果街 其實不知道為甚麼 這條街好像很多東西都不開 梅花間竹, 一間開, 一間不開… 不過我想他們很隨意 因為已經是低季 這個鎮度其實已經不太多遊客 莫說亞洲麵行, 其實也不見到多個 所以這個叫做未被遊客攻陷 還可以有片刻寧靜 我以後就說不買 很肚餓, 很肚餓 現在我們要在碼頭旁邊直去 走一點就會看到這間Logo Sea Food 它是有蝦和蟹吃的 離遠已經聞到, 很香 看到了 前面綠色的那間鎮, 已經有很多人在 我還以為我早到 因為這間店曾經有一間電視台有介紹過 所以每天都大排長龍 即使不是旺季都 好, 它有一些一個大的海鮮拼盤 又或者你可以點餐豚圓 有蝦, 有蟹, 有三文魚 但我很有興趣 對於這個海鮮魚餅 看看怎樣點才可以 兩人以上才可以點餐豚圓 但我肚餓, 可能可以 很新鮮, 還要動 他們每天都是一早就捉牠上來 新鮮的帶子 我好像沒跟大家說過 歐盤是蘇格蘭的海鮮首都 是蘇格蘭的海鮮首, 你看看山晚島 我可以買海鮮圓嗎? 蘇格蘭的海鮮圓嗎? 蘇格蘭的海鮮圓 是, 請 各位, 真的要早一點來 因為十二點鐘來到 已經有很多人排行隊 而且全排位, 你很難找位 剛好幸好拿到 他給你一張票, 然後 弄好了就會拿過來 我點了一些很轟動的東西 謝謝 謝謝 就是這個水果圓了 有蟹, 有龍蝦, 有魚, 有帶子 有青口 很餓, 很吸引 首先試試帶子 他每樣東西都給我雙份 因為其實這個是兩人分量 我切罩一下 你好, 你好… 謝謝 水店… 你不叫這個嗎? 這個太大分, 叫一隻 好, 好吃嗎? 還在叫 好, 好 沒有, 很香的牛油 有點蒜蓉味, 帶子很新鮮 我很喜歡吃龍蝦糕 這隻是四個 這個肉也是很珍珍 我喜歡明白為什麼這裡這麼多人 這家店曾經在阿根電視台介紹過 那是大排長龍 我想旺季的時候 比起這裡更加難以為 幸好我們算是不太旺季的時間來 但還是很多人 價錢我覺得都合理 對於師傅Patter來說 有這麼多東西吃 他都只不過是收你 三十多磅 三百多港幣 我想你香港, 你一半都未必買得到 這隻是煙燒三文魚 這隻 還有魷魚 究竟這盆牠裡面真的有多少材料 我認為是很心狂神異的 很開心, 又可以潛水了 這次還可以在英國潛水 過往潛過兩次 一次在香港, 一次在泰國 本來我是打算在蘇格蘭北部 再遠一點有一個潛點 是可以看到那些二戰殘骸的 但是因為已經不適合季節 他們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想潛水的話 其實最好就是考一個牌子 牌子有幾種 最出名的就是Paddy 而我考的叫SDI 兩個都是互相應秀的 首先你要考一個叫Open Water 那個就是入門 當你考完普通入門版之後 你就要考一個叫Advanced Open Water 即是AOW, 即是進階版 唯一你可以自己一個人潛下水的 就是除非你考了 最後的教師牌叫Dive Master Dive Master這個牌 我也很想有生之年 可以考到這個地步 你好 你好 我是Tommy 我是Mo 很高興認識你Mo 謝謝 其實這個過程 每一次你潛水之前 你都要填一份造型 證明你明白所有的風險 以及你要申報究竟自己 身體有沒有不適 不適宜潛水的狀況 對, 這個是Mo 跟我一起潛水 這是Mo 其實整個旅程 我最期待的就是這一部分 可以去潛水 剛才我已經講解了 我們就會在碼頭上下去 然後我們就會在這幅圖上 向著這一邊 就有一大堆海草 海草旁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魚 龍蝦、蟹 不知道有沒有生魚 他說有一隻巨型的龍蝦 那我們也要訓外留神 看看看不見它 對, 看不見它 潛水之前 我們一定要有幾個裝備 首先就是鏡子 有完鏡子之後 我們要有蛙鞋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潛水衣 潛水衣分為兩種 一種叫Wet Suit 一種叫Dry Suit 在很冷的天氣下 就像英國蘇格蘭 這些地方 就要穿Dry Suit 它就潛水衣分為冷死你 我換衣服再出來再跟大家說 再見 再見 現在我穿這一套是Dry Suit 穿這件衣服的過程是很艱辛的 所有潛水人員 潛之前都要先去洗手間 穿上身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肥 因為有很多空氣在裡面 穿完之後 你就要不停地割出空氣 割完之後你站起來 你會覺得整件衣服 好像那些抽真空袋一樣 現在的呼吸是有點困難 不過這件衣服真的 紮得很緊 為什麼要紮得那麼緊 就是因為一點水 它都不會讓它流進去 然後當你游的時候 你可能也會 儲了一些bubble 你放出來 舉手在那裡 那這件就是浮衣 浮衣是隨時可以放氣和沖氣的 當然你去到水面 你不想不停扯腳的時候 然後你就沖爆了氣 你就可以這樣攤在那裡 也無法忍受 到你想潛水的時候 你就要放了氣 後面就是有個瓶 這裡也有一個顯示器 它會告訴你 究竟你還有多少 氧氣的同度 當這個錶 去到差不多50 這個位置全紅了 這個位置就要開始上水 這裡叫做rack rack就是讓你放進口裡 咬住 然後你按鈕 記住 在水底裡是用口頭來洗 鼻頭來洗 摩托剛才就潛下去了 今天的能見度也是一般的 因為我們已經下降了 有很多人已經潛過 打起了熱沙 所以比較穩重 所以最推薦大家就知道去潛 我們一直潛水 然後一直看不同的魚 我們又看到一些寄居蟹 看到很多海星 我們還有什麼看的 這些是泡沫 對,看到不同的海底生物 但看不到那隻大鳥 我們沒有看到那隻大鳥 對不起 我看到 其實當初我為什麼會這麼想學潛水 我跟一個朋友聊天 他就說在泰國的時候 看到有一群很漂亮的魚 又看到鯊魚 然後給我一些照片 我始至要去考潛水牌 我很希望可以落到下面 平時我去旅行 可能會打開世界地圖 我會看有哪些地方我去過 哪些還沒去過 大家有沒有想到其實水底 是另一個世界 我真的挺喜歡一個人的運動 雖然潛水是一個伴侶的運動 但是其實落到去 只有你和你的伴侶 不會說話 互相會有些手勢溝通一下 那個寧靜 自己去看魚 那個樂趣是我最喜歡的 所以你考完牌之後 那個牌令到你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開啟多一個水底世界 這個意義是大很多 潛水後馬上就開車去另外一個點 就是距離歐萬一個小時車程的 Glasgow 雖然愛丁堡是蘇格蘭的首都 但是其實Glasgow 才是蘇格蘭最大的城市 這裡明顯音樂和藝術氣息 是非常濃厚的 去到街上 每一個角落 你都會被壁畫和街頭藝人包圍著 尤其入夜之後 原來比日後還好氣氛 我們現在到了Glasgow 雖然這裡不是首都 但是其實是蘇格蘭的第一大城市 在這個工業革命的時期 這個城市是一個先驅 全盛時期 全世界有兩成半的航海船 都是在這裡製造的 看到人氣了 這幾人好像流落了在 沒什麼人煙的地方 終於重拾這個做都市人的感覺了 現在我們在找一些壁畫 不好意思 你知道那裡的圖畫嗎 巨大碑碑碑碑碑碑碑 好的 那是… 在那裡的圖片 保持著眼睛 好的 謝謝你 不好意思 你知道那裡的圖片的巨大碑碑碑碑碑碑嗎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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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謝謝 再見 她說在前面算幼 我跟這些老人聊天 他們很友善 你好 你們是在這裡嗎 你們知道那些壁畫在那裡嗎 我找了很久就找不到 我隨時到處都有 我想找那個有個放大鏡的女生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我到處去找一下算了 好吧, 謝謝 終於找到了 這裡還有一幅 這幅叫做全世界最經濟的的士 畫家專程畫了自己做了司機 叫做Rope One 這個車牌你也會看到的 二戰時期 這個城市可以進入了衰退 於是十幾年前這裡的士議 會邀請了很多藝術家 就在這個不同的建築物那裡 就在牆上畫了一些這麼巨型的畫 引來了全世界各地的人 都會特地走過來打卡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室外的博物館 因為很多人會特地沿著條路 去找這些畫 一找你可能找到六個小時才能看完 很多人分開每天三個小時 去看整個Glasgow的壁掛展 很熱鬧 剛才看到當街也有人穿著 很傳統的蘇格蘭服飾 我很好奇 只穿裙子, 下面冷不冷嗎 我看看 這是你的隨便的外套嗎 這是… 這是我的球隊外套 好, 請問… 我要的衣服 好的 我走了一會兒 我發現Glasgow的景點 挺集中的 現在我們身處這條街 就叫做Bötchenin Street Bötchenin Street主要是一些… 你會見到一些比較商業的店舖 一件事很有趣的 大家知不知道英國人是很喜歡送卡的 他們很流行什麼情況下都會送 新居入伙又送,辭職又送,退休又送 BREXIT都要送卡 這張呢,剛巧想起你了 你想到什麼情況下都可以送卡給人 辭職了,辭職也走了,還送卡給人 不行了,雨真的很大 我想我真的要買一把傘子 啊,這把夠了,全國人 我認為你需要帳戶 是的 如果有人說,你有男朋友嗎 你會說什麼 對不起,我沒有男朋友 你一定會有男朋友 如果你想要的 我可以 你會知道嗎 三個買不到 走了一個多小時 就下了一個多小時的雨 那就覺得有點失望了 我買一把傘子 我也特意買一把蘇格蘭圖 用完之後拿回來當手水 好,先放一把雨 好了,蘇格蘭的最後一頓 明天就離開了 我來了這間吃雞 應該很多人都會認識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英國 我也是來這裡吃 終於排了一個小時才能進來 其實這次去蘇格蘭之旅 我有很多地方想去 都沒有機會再去 譬如酒廠我去得不夠 整個蘇格蘭這麼多威士忌區 我只是去了 Highland 還有Space Sight Ila, Lowland 還有很多個 我還沒有機會去 有一點帶著遺憾地走 不過也不要緊 製造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給我 遲些再有機會可以再回來 再重新探索一下 尤其是Glanco、Oban這些地方 這些小鎮 我覺得才是來蘇格蘭 應該要去體驗的地方 但是設計這些地方 要不就請司機 要不就自己開車 你才可以真正體驗到 這麼漂亮的大自然 還有就是經常性都會下雨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過理會 因為如果你要等到有完美的天氣 你才出去的話 你會發現整個旅程浪費了很多時間 另外有一個觀察就是 我發現蘇格蘭人是非常友善的 你走過一條街 任何人跟你有眼神接觸 你會跟他say hi 你儘管跟他說任何東西 蘇格蘭愛丁堡的英文 我是這樣說Edinburgh 但是其實真正的讀法是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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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說得很準確 你有空來到 就問問當地人究竟怎樣 好了 我要快點吃完東西了 明天一早早就出發去下一個